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势头 首次出现了下降 最新的数据显示 5号一天 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为7.47万 而此前的一天 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曾经出现过一个峰值 首次超过了10万 截至到北京时间今晚5点 全球累计的确诊病例 超过了128万例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 美国仍然是眼下 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总数已经逼近34万 中国驻美使馆 今天在其官网上发布了通知 就搭乘临时包机意愿 进行摸底调查 此次包机的对象 为18周岁以下 父母为陪伴在旁 长期或短期 在美留学的中小学留学生 将按年龄 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 优先安排小留学生 乘机回国 机票和回国隔离的费用自理 监护人等其他人员 不能够陪同乘机 过去一个月 民航共安排了 11架次临时的航班 协助在伊朗 意大利和英国的 1800多名中国公民回国 接回人员以留学生为主 入境人员若隐瞒症状 未如实申报健康信息的 最高将会被处以 最高3万元的罚款 海关总署在今天表示 入境瞒报 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 情节严重的会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 被处罚的人员 还将会被列入到 海关失信旅客黑名单 并加大曝光力度 让违法者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好 进入焦点对话 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 一组景区里面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的画面 让黄山景区走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此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在今天是启动了应急预案 在客流疏导 交通调配等等方面 优化管理措施 通过分时段换乘 在游客集散中心 增设硬隔离设施 增派志愿者维持秩序 保持安全距离等等多种手段 引导游客分段分批次通行 安全游览也是非常重要的 注意事项 那截至到上午的10点 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的游客 是1.4万人 管委会表示 景区游览秩序井然 其实呢 不只是黄山 这个小长假 全国多地都有景区 在两个月的闭关式的防疫之后 迎来了客流链爆发式的反弹 今明小长假第一天 黄山景区现场就拥挤不堪 上午10点半 景区已到达游客流量限制的2万人 停止售票 昨天 这一记录再次被刷新 早上7点半左右 黄山景区的进山人数 就已经达到2万 不得不提前停止入园 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 密密麻麻的人群前行缓慢 其中包括儿童在内的部分游客 甚至都未佩戴口罩 为限制客流 景区更是连发5次公告 要求游客调整旅游线路 停止入园 他根本就没有做好 能够接到这么多人的准备员 完全没有就疏通的 服务人员 两个多小时 有小孩 很小小孩 有老人 你看 我跟几人 一眼望不到 为提振异后旅游市场 4月1日起 安徽黄山市31家A级景区 开始对安徽级游客 免费开放14天 针对游客扎堆一事 黄山风景区昨晚发公告表示 游客聚集主要是因为 核验测温等防疫措施 以及部分游客担心 限流难以进山 因此集中在早上入园 除了黄山 这个清明小长假 浙江 陕西等多地景区 也因游客爆满而宣布限流 昨天中午 浙江 台州神仙区景区 陕西宝基的红河谷景区 都相继发布限流通告 由于入园人数达到 核定承载量 景区将停止入园 在前期 旅游优惠券的发放带动下 浙江 湖州的 南巡谷镇景区游客 也明显增多 景区民宿 酒店的预定量 已基本恢复到70%左右 好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马上来采访的是 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教授 卢洪周先生 卢先生 你好 其实刚才那个片子 您也看到了 不止在黄山 比如说在西湖 在小长假的第二天 有6.22万人 越路山有大概9.6万人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都习惯了 保持社交的距离 避免到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去 你看这个时候 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个景区 有的人就特别的担心 担心什么呢 距离太近 那么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讲 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这是露天 而且疫情又有很大程度的好转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怎么看 现在我们眼下呢 我们的政策是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内防反弹呢 大家看从4月1号开始呢 国家对没有症状的 这些带有病毒的这些人呢 也做了通报 那么假如说 在我们这么多的人拥挤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呢 正好就有这么一个带有病毒 但是呢 它又具有传染性 它没有任何症状 跟正常人是一样 它也没有发烧 那么你在门口在检疫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把它查出来 它又没戴口罩 我相信呢 在吃饭的时候 你和它近距离的接触 这是不是很危险呢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就有可能导致聚集性的 这些人呢就会感染 这是我们非常要担心的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还要限制客流 在人多拥挤的时候 大家不戴口罩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是 那我们都希望呢 把工作做到一个平衡 比如说一方面 我们要复工复产 那么旅游行业 或者文旅行业 也属于复工复产的行业之一 当然它带有一些聚集性的特征 但问题来了 五一端午接种而至 比如说有很多的商家 都会采取各种各样促销的 这样一个政策 当然他们为了保持这个平衡 也会限流 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数据 比如黄山 黄山最高峰的时候是五万人 他这次呢 说我只开放了两万人 所以我采取了一系列的 这个限流的措施 比如说这一次 人头传动的话 他采取紧急的避源 或者是呢 分时分批的来进行游览等等 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讲 怎么把握平衡 一方面 文旅的这样一个复工复产的工作 还得做 另一方面就像你讲的 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要避免出现群聚性的感染 怎么做好这个平衡的工作 根据我们国内的疫情 如果说我们国内 从现在开始 国内本土的 我们这个没有再发现一个 本地的本土的国内的感染者 那么到了5月1号 到了那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心一点 但是呢 现在呢 情况是 我们现在输入性病例呢 也还有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呢 根据我们国家政策 要相应的做一个调整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呢 还是要限制人流 限制客流 限制人流 要保持一定距离 还是要注意的社交距离 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讲 现在从全国的范围内 是不是需要 有相关的统一的政策 来做一定的指导 我们国家 目前是有统一的政策 从中央 现在是严防反弹 但是像某些地区 比如说像甘肃 他们已经非常长时间 没有本地的病例了 那么在这个本地区域 在省里面呢 那么他们可以非常放松 你可以呢 就解除了戴口罩 也解除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但是呢 现在马上 我们在武汉 现在还有个别的这种疫情 尤其是呢 现在我们 在有些地方 还有新发的病例的 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 好 那么实际上卢教授 讲得非常的明确 全国呢 有统一指导的政策 但是根据各地的疫情的不同 这个政策怎么样指导 具体的地方的复工 复产 带有一定的灵活性 总的来讲是 既要维护全国的统一的政策 同时呢 也要因地制宜 而且我们来看今天 黄山这个情况 其实它这个客流 是1.5万人 它其实最后要控制的 就是一个顺时客流的问题 它可能人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它当时没有预料到 就是会顺时之间 有这么多人 所以今天它改进的措施 就是要分时段 对 然后分梯次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个地方来提醒 也是很重要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方 逐渐地来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人们也动起来 像郊游啊 踏青这样的念头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 清醒地意识到 疫情还没有过去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昨天一天 31个省区市报告的 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是39例 这当中1例为本土的病例 报告新增 无疫情还没有过去的 症状的感染者 是78例 其中38例为本土发现 而作为内地疫情 最严重的城市 武汉从4月1号以来 每天都报告有数十例的 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就在最近 还因为无症状感染者 等等原因 是取消或者是暂停了 无疫情命名的 小区70个 社区街道村镇等等 近百个 那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王晨 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就提醒说 现在恰恰是疫情的变化期 我们还没有到 喘一口气的时候 刚才也特别说到 这无症状感染者 其实现在还蛮多 就像刚才卢教授提醒的一样 我们不能放松 对 实际上 对目前的形势 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会觉得说 目前的数据都 相对来讲比较少 可以说疫情已经过去了 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 是疫情没有过去 只不过在过去的过程当中 当然卫健委 他有一个专业的说法 这是阶段性的 取得了成果 那么所以在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有的人认为 我们处在一个疫情的变化期 所以怎么来去评估 疫情的形势 卢教授 关键是 我们的措施是不是到位 国家跟我们各个省市 都有相应的措施 就怕你在落实 这些措施的时候 打了折扣 该去追踪的 没有去追踪 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 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我们的疾控部门 就要把没有症状感染者 过去他跟哪些人接触 那么他是不是又传染了 给他的家人 给他的朋友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 这么一个追踪 那么才能够把这个病人 彻底的把他传播链 给他阻断 切断 对 那么政策具体的 要把他落实下去 才能够阻断这个传播链 这是一方面 但是老百姓 因为阅读到很多的信息 始终有一个疑问 正好您在请教您 无症状感染者 按浙江的做法 按照确诊来进行管理 并且您刚才讲的 密切接触者来进行排摸 从而阻断 这一点老百姓心里有数了 但是老百姓 最近在纠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那就是复养 我们很多的病人出了医院 但是还有一少部分的人 在去进行核酸检查的时候 复养 所以这些复养者 会不会感染到其他人呢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 也关心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复养各个地方报道不一样 因为他出院过以后 作为一个康复者 定期每两个礼拜到门人去 他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作为一个水访 在水访的时候 要给他做核酸的检测 发现本来是阴性的 现在又变阳性了 但是这些阳性 目前来看 仅仅是一些 没有活性的病毒的片段 或者是一些低水平的 没有活性的病毒 它不具有传染性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复养者 它没有传给另外的人 我再重复一遍 到目前为止 根据我们的观察 就是复养者 没有传染给另外的人 好 谢谢卢教授 非常专业的回应 显然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刚才卢教授讲了 我们采取 确诊的方式的管理 和阻断 他的密切接触者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是管控好了 另外卢教授又回答了 复养者目前来看 没有感染给其他人 所以在民众当中 只要根据政府的 有关的防疫的指导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学习工作的话 大可不必有太多的顾虑 所以刚才我们也一再地强调 5月份特别关键的一个时期 一个就是全球防疫 在5月份非常重要的节点 另外就是5月份 还有几个小长假 没错 所以我们在这儿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外防输入 还是内防反弹 大家在5月份 如果要计划出游的话 还是理性地 来规划自己行程 也希望各个景区 在管控客流上 能够拿出更加科学 更加细化的一些方案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消息 在雷神山医院 经历了一个半月的奋战之后 第八批上海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 470名医护人员 和上海最早支援 武汉的中名医生 今天下午分别搭乘 两架航班返回上海 下午3点多 手架飞机缓缓滑入停机坪 医疗队平安抵达上海 这批原额医疗队中 有15医院的50名医护人员 他们2月19日 整装开拔 和上海其他医疗队一起 迅速接管雷神山医院 在46天的奋战中 五院医疗队与46医疗队 共同负责的C2病区 累计收治患者116人 出院78人 实现了零死亡 零转阳 零感染的成绩 在离开湖北前 上海医疗队收到了武汉市 和江夏区防疫指挥部 授予的两面锦旗 这份认可和赞扬 也让医务工作者倍感光荣 我们这次队伍也通过了 50天的历练 成为了一支能打的队伍 这是我最为自豪的 大约一个小时后 第二架包机也降落到了 虹桥机场 尽管刚刚落地 人际医院副院长张继东表示 队员们已经对接下来 在上海的防控一线工作 做好了准备 我们按照规定修正14天 14天后 我们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 在防控第一线做斗争 我相信我们无论是正行 还是逆行 我们都行 1月23日小年夜 就奔赴武汉一线的上海第一位 支援湖北医疗专家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明 也是最后一位 回到上海的中山医院医生 我踩上了上海的地 我觉得很大 我回来了 谢谢大家 武汉很好 武汉在恢复 我会把我自己 重新还给我的家人 还给我们的上海 还给我们的中山医院 今天我们联系到了 刚刚归来的上海首位 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 周明医生 钟主任你好 你好 现在呢 钟医生正在隔离的酒店里 那钟医生 其实今天看到你的采访的时候 很多人非常感动 你在走下飞机的时候 当时呢 几乎是含着泪说 武汉很好 那特别想要问到您 在武汉奋战了70多天 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特别想要说 心情还是挺挺复杂的 因为在那里过70天 确实真心付出了70多天 有一些不熟悉的 但是 我明显地感觉到 他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路口 没有车路排队的 这种武汉街头 又呈现出了 曾经那个熟悉的武汉 我们在每一个路口 看到了那些排队的车流 给人一种 一种强烈的这种 这种 武汉 可以感受得出来 钟医生 其实现在心情 还是非常复杂 因为他可能在酒店里面隔离 我们接触的信号不是太好 那么他也表达了他的心情 就是说他离开武汉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车流 和欢送的人群 的确是他这么多天来 在武汉所付出的东西 为当地的民众所感动 而且今天在直播之前 其实我跟钟医生 沟通的时候 他其实特别想要强调一点 就是在经过武汉 这次抗疫大战回来之后 他觉得他其实特别 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所在的 重症医学科 接下来能够提出 更高的一个要求 是 我在广播电台 也听到过他的采访 他也谈到会把 在武汉所积累的经验 怎么继续地用在将来 在救治更多的病人身上 或者是造福更多的病人身上 所以其实钟医生 也是全国数万名 援助湖北的医务工作者 当中的一个缩影 我们今天也要在这里 再次向我们这些 最美的逆行者致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确诊人数逼近34万 美国本周或将迎来 珍珠港时刻 检测阳性为居高不下 防疫物资依然紧缺 美国能否把握住 胖苦关键期 单日新增连创新高 印度疫情危机四复 聚集性感染的风险巨大 医疗资源又难以承压 印度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疫情风暴演 好 进入全球眼 随着新冠疫情持续的发展 美国的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33万人 过去24小时里 新增的死亡病例超过了1300 是单日报告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天 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频频报表 美国卫生局的局长亚当斯 就此发出了警告称 本周美国的疫情将会遭遇 珍珠港时刻 目前美国的50个州 和所有领地 均被批准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在镇中纽约州 累计确诊数已超过12万例 几乎占到总数的四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日前描绘了纽约布鲁克林 一家医院急诊室里 令人揪心的画面 40分钟内 6名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心脏骤停 4人死亡 30分钟内 病患尸体被挪走 医生为下一位重症患者 接上呼吸机 CNN评论称 这种景象或将成为更多美国人的噩梦 纽约州之外的疫情也在加重 新泽西州确诊病例已超3万人 路易斯安那州单日新增病例 较前一日增幅高达20% 而在宾夕法尼亚 科罗拉多 华盛顿等地 官方预计从本周开始 当地死亡人数将逐步上升 特朗普在5日的白宫新冠疫情 简报会上承认 未来两周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死亡病例会达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但他同时强调 人们即将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关于纽约州疫情的更多情况 马上连线长期居住在纽约的 第一财经记者葛维尔 维尔你好 作为美国疫情的阵中 其实现在每天确诊的病例 和死亡的人数都是在大幅的增加 你现在在纽约有没有感觉到紧张 另外就是对于当地的疫情的发展 你有怎样的观察 好的小雪 那么先来说说疫情 正中大家生活的这个情况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还是屡教不改 聚众打球或者玩耍的 这个情况始终是不见好转 纽约市终于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宣布关闭了全市 2067个室内的体育操场 但是目前呢 室内公园的这个公共区间 依然是开放的 但是强烈的呼吁大家 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么如果你生活的这个楼内 如果是发生了疫情的话 大楼物业会及时给楼内 所有的这个住户发信息 但它并不会透露说 具体是哪个单元的住户确诊了 只是会告诉大家 它是居家隔离了 还是说送院治疗 那么日常生活必需品呢 可以去超市购买 也可以在网上采购 但是网上购买身先 现在绝对是一个拼手气的活 因为你要刷到送货时间才有 在超市的话呢 供货还是足够的 比如说像是一些冷冻食品 卫生纸和清洁用品都是有的 但是它有非常高的这个限购的要求 一般可能是每人一袋 或者一瓶这样子 纽约市也是呼吁呢 每家每次派一名成员 出去采买生活所需 来避免超市拥挤 或者是恐慌购物 那么在人多的地方呢 可以带上遮壁面部的物品 你要注意的是呢 它这里使用的一个英文是 Face Covering 而不是Face Mask 相信大家这两天都看到了 美国政府官方教大家 如何自制口罩 纽约市强烈呼吁民众呢 是把医用的口罩 要省下来给那些 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好的 小雪 好的 谢谢维尔 给我们介绍的纽约的情况 虽然说现在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疫情的发展 是表现出了乐观 但是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最新的一份周报显示 因为新冠肺炎造成的真实死亡的情况 可能比现有的数据还要严重 报告指出 过去一周在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监测的死亡数据中 因肺炎和流感导致的死亡比例 为8.2% 较前一周的7.2%大幅增加 而从2月底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因肺炎死亡的人数在急剧增加 而由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在减少 这可能反映出增加的死亡病例 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导致的 非流感肺炎感染 报告重点提到 由于美国各州的统计标准不同 再加上检测资源有限 目前官方发布的数字并不准确 真正感染新冠病毒肺炎 而死亡的人数应该更多 具体数值将于下周发布 此外 美国的阳性减出率始终居高不下 也被认为是疫情不容乐观的指标之一 过去一周 在通过CDC和公共试验室进行检测的人员中 平均阳性率达到了17%左右 其中65岁以上人口的阳性率 更是超过了20% 大大高于许多欧洲国家 此前有数据显示 英国和德国的检测阳性率 分别为5%和8% 确诊人数超过了33万 那么这33万人 全部被美国的医疗系统消化了吗 根据纽约州之前公布的一个数据 住院率仅仅为14%左右 那么CDC的数据也显示 目前监测的住院的人数当中 每10万人当中仅有4.6个 是新冠肺炎病人 那如果说按照纽约州 这样一个比例来推算的话 仅仅是纽约州 就会有超过10万人的确诊患者 他是在医疗体系之外 所以现在舆论非常关注的 就是究竟还有多少确诊的患者 其实没有在这个统计系统里面 那么相关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美国疫情的发展 我们马上来连线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张作峰教授 张教授 我们根据3月30号的一组数据 我们来做一个计算 大概是确诊病人当中 有14%左右是送到医院去的 那么现在纽约 大概是有13万的确诊病人 那么算一下的话 也大概有18万左右送到医院去 如果把33万的大盘子 来做计算的话 我们算一算看看 大概有20几万人 都是在医院体系之外 所以张教授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来去看待 在医院体系之外的确诊患者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33万病人 其中14%是住院的 那么在美国是这样 它的轻型病人都是不住院的 都是居家隔离 所以有28万的病人是居家隔离的 我们讲的病人是新冠感染 不是新冠肺炎 所以这个定义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28万都是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有严格的定义 就是说你不能出去 你要有自己的房间 要分开吃饭 有自己的厕所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症状 一旦严重的话 那么你给医院打电话 他们会让你住院 但是所谓重的话是呼吸困难 那么这样的话 就把大量的医疗就省下来了 我们都知道 各国其实对待确诊的病例 就像您刚才讲的 新冠感染者跟新冠肺炎 我们做的区别 但是中国的方法是应收净收 主要的考虑就是避免社区的 这样一个传播扩散 和更大规模的感染 那么美国的这个方面的做法 就像您刚才讲的 就居家隔离 那么整个的防疫的 这样一个形式 根据您现在讲的 20多万人是在这个医院体系之外 没有像中国那样应收净收 那么这个防疫的任务 您怎么来做一个判断 这个防疫的任务 应该是比较乐观 为什么乐观呢 因为它不但有这个病人的居家隔离 而且有37个州的居家令 居家令就是说 你没有病人也要在家里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相互传染造成 受区感染的这个可能性 是大大的减少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现在看到 一个总的趋势 马上要趋于稳定的一个状况 明白 那么我最问一个问题 因为您在美国居住 您了解美国的居家的 这个环境和状况 居家隔离的话 会不会出现家庭内的 这样的一个传染呢 这个美国CTC已经做过这个研究了 因为美国的居家隔离 它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要求 所以在居家隔离的人 造成家庭聚集性的很少 因为它一般家比较大 都有单多的分开来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不是太严重 像国内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差别 那我们也多次的来去搜索 CTC的有关的一些数据的材料 和统计的资料 我们发现CTC会把 新冠的疫情的状况 跟流感紧密的关联 在一起进行叙述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掌握 确切的这样一个 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 具体的数据 为什么 它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因为新冠病毒 死亡的数据是完全有的 现在是不到一万人 这个数据到处都可以找到 但是这里面有可能 有一部分的流感的病人 死于新冠病毒的话 这部分人一般是不检测的 因为一般检测到流感 那么就是流感 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会有很少一部分人 死于这个新冠 流感和新冠病毒 但是没有算在这个里面去 因为在美国 它现在这么多的人发病 它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来把很多的统计搞出来 所以现在 CDC已经有两项要求 第一把流感和新冠病毒的 这个两个建策都喝起来 第二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 临床医生认为这个病人 是新冠死亡的话 那么就应该归到新冠里面去 那以后再分 所以这样的话 数据会更加准确一点 是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小片子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也充分地估计到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形势的严峻 但是他不忘加一个总体的判断 他说我们已经到了隧道的尽头 已经会看到亮光了 您也做同样的判断吗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在美国大概是4月15号 我们就看到一个高峰了 所谓的拐点已经能够看到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主要受影响比较多的州 主要是纽约州 新州西州 康州和一些其他的州 像加州这个大州和德州这个大州 现在因为居家令 因为这个社会距离 现在这个数据根本就没有上去 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4月15号以后 有可能全国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下降的一个情况 但是任务很艰举 你想有33万的病人 病人还会再增加 所以这个任务还是比较坚举的 好 谢谢张教授 我们也希望张教授乐观 能够成为现实 对美国的社会来讲是一个福音 也对全球的抗疫形势来讲 有所帮助 过去24小时里 印度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达到了700例 创下了单日增幅新高 连续两天新增超过20% 这也使印度的疫情 备受外界的关注 虽然相较于多数的欧美国家 印度累计4000多的确诊人数 并不算多 但是由于人口的密度大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 多名专家指出 如果不进一步地 采取防疫的措施 印度很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疫情的风暴中心 从3月24日 午夜全国封锁至今 印度新增确诊病例3700例 占有报告病例以来的约86% 这两天 单日新增病例数 更是连创新高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印度人口超过13亿 其中有约1.7亿人 生活在人口高度密集的贫民窟中 在梦买一些贫民窟 超七成的人 还在使用公共厕所 且超八成的厕所没有水 卫生情况堪忧 此外受全国封锁令影响 4500万农民工被迫失业返乡 他们戴着自制的简陋口罩 在火车站 汽车站里排队后车 加上各地宗教集会不断 这些都带来了很大聚集性风险 云林认为 由于检测能力不足 医疗水平堪忧 印度疫情很有可能被低估 数据显示 印度目前每天能完成的检测量 只有2000例左右 百万人检测数量只有29 为全球最低 每千人只拥有0.7张病床 ICU病床更少 每10万人仅有2.3张 全国的呼吸机总量 也只有不到5万台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 到5月中旬 印度可能会有91.5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而印度病毒学专家则指出 感染者数量可能多达1.3亿人 那么印度会成为下一个爆点吗 我马上来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赵干成教授 赵教授我们都知道 武汉封城之后 印度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 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在1月25号就发出了旅游警告 也一度把确诊的人数 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引起了很多的专家 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就惊叹 印度的控制能力很强 但是最近的一些数据 让人实在是担忧 目前的快速的增长的趋势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印度它的撤侨 实际它是最先举 进行撤侨的国家之一 紧跟在美国的后面 而且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当时他们从武汉撤回去的 将近700个印度侨民 经过隔离14天以后 一个阳性都没有 说明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 认为印度这方面 应当说它采取的措施 还是非常的谨慎 而且应当说取得的结果 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来看 这个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样子 那么随着欧美的疫情 大爆发以后 我觉得印度的输入型的这种病例 可能会大规模的增加 第二个印度本身 它大城市里面的人口 是非常的密集 所以它的这个检测能力 是非常的弱以前 每天只能检测几十例而已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疫情的 越来越发展 它的检测能力也在提升 随着检测能力的提升 它的检测出来 确诊的病例也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印度 虽然表面上看来 之前它确实控制的 好像是比较好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印度现在是越来越不安全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 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它人口众多 而且它的贫困阶层特别的广大 印度的医疗资源 又是非常的贫乏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爆发的话 应当说这个前景是不妙的 好 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 人多 贫穷人口多 而且医疗涉事相对比较弱后 检测有所提高 但是离需求来讲 还有很大的距离 就造成了专家或者是学者 对印度疫情的不容乐观的态度 那么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计划主任 瑞安上个月就曾表示 人类对抗新冠疫情 能否取得绝境性的胜利 未来很大的程度上 将取决于印度控制该病毒的能力 赵教授 简短地告诉我 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我觉得印度 因为是人口众多 有将近14亿人口 所以印度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它会导致灾情泛滥 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作为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爆发出这样的灾情的话 它可能会对全球的疫情的形式 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国际组织 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前景 是充满了担忧 好 谢谢赵教授 我们也希望国际合作 能够缓解印度紧张的疫情 所以全球第三阶段 这个抗疫的战况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控制疫情的形势 是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by bwd6